在昨天24号的早上 大概可能五点多钟吧 发生了一起那个 当地有一个军事目标被那个被炸的 可能当时有听到声响 然后今天 今天上午的话 在外面能听到偶尔有那个军机飞过的那个声音 当前乌克兰局势正受到广泛关注 当地的中企员工在这两天内都经历了什么 北京时间2月25日 中心社记者联系到了目前驻乌克兰工作的杨立军 杨立军所处的位置在基辅以西150公里左右的日托米尔 目前尚没有看到俄军 但他们对于未来的局势也有一定担忧 目前已经向大使馆申报 希望能够尽快回到祖国怀抱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边的话 一些物资啊材料都会较多 唯一担心的就是当地人他们自己发生了内乱 或者说是轰炸 从外部我们还是也比较担心从我们的北面发生了交战 因为从北面过来我们这里还是比较近的 由于主要处理的是合同商务工作 杨立军所负责的项目目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在战事开始后 他和其他中国员工也尽量减少外出 并储备了足够的物资 因为事件发生的也比较突然 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在 还是在睡梦之中 然后突然之间接到了各方的消息 有我们那个当地的保安 还有当地的一些司机啊 突然之间都给我们打电话 问我们这边什么情况 我们也在积极地做一些准备 该补充物资的补充物资 我们这边一个多月的量吧 比如说水啊米啊 还有油啊 还有调料之类的 同时我们也做好了 其他该收拾的自身的物资 贵重物品之类的 杨立军说 中方企业目前对员工能够做到集中管控 确保安全 因为在这边的话 像我们中方中之协的这边的话 人员还是比较密集的 还是能够实现集中管控 所以说人手一面国旗 我们这边还是都是能做得到的 在关键时刻 比如如果在车上贴悬挂之类的 这个还是能够保证的 我们自己这边目前 有四个中国人住在这里 然后也是在单独的一个房子里面 也就是相对还是比较独立的 不会说是有跟当地人有很多交界 所以说自身安全这块 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暂时我们还没有进行说 去明确的标定 我们这块是住的世界都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自己也担心 因为如果一旦发生 其他突发事件的话 怕当地会发生那种不稳定的因素 会有可能说是一些抢劫之类的 或者一些 或者去刻意的去 对我们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两个人 我们才会试吓